确实在A股炒股要感慨一句 数到难,数到之难,真的是难于上今天 想把A股炒好,确实也是难于上今天 人家巴菲特,是吧,都去买日本的股票 都没来买我们A股,还是有道理的 哎,这个港股今天也是大涨的 你说人家没股涨,咱们不涨就算了 就连港股今天都是大涨的,看到没有 港股都是大涨的,A股竟然还跌了 跳水跳的还非常疯狂的跳水 今天4500只股票下跌,而且是放量下跌 主要是恐慌了,真的恐慌了 这不是假的恐慌,是真的恐慌 恐慌的原因是什么呢,周末 这个锦州港呢,还是震动了很多人啊 周末呢,这个锦州港虚增营业收入86亿元 周一开市,季瓶牌,副牌就直接ST了 就是好像走着走着走着,好像变味道了 就是本来呢,就是像这种被罚了,被ST了 在之前的时候股民都拍手叫好 但是后来发现越来越不对定了 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你看这个什么,五月累计的吧 有15家上市公司被终止上市,或锁定退市 中原股份连续6个月接停后,年内首支面值退市的ST股票 而锦州港它不是刚开始,它是好像进入到了一个高潮阶段 你看这个退市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五月份就15家,你想想五月份15家退市 就一个月就退市15家,那一年要退市多少家 那一年要退市接近200家 关键是这个退市,散户一毛钱都没有知道不 散户退市了,比如说我的股票原先有5万块钱在里面 退市了,没有了,一分钱都没有了 我要是10万块钱在里面,我后来就一分钱都没有了 那一年退市200家,比如说这200家的话 一家我们就算嘛,就从10个亿跌,10个亿可能多了 咱们就5个亿跌,从5个亿,比如说这公司原先就5个亿的市值 从5个亿跌退市,跌没有5个亿 那200家那也是1000亿的市值,这1000亿是真金白银 它不是上市公司原始的股份,真金白银是散户的钱 这些钱到时候都灰飞烟灭了,所以说呢 就现在这个退市搞得大家慌了,慌的原因可能 它这个恐慌可能比这个位置还慌,2600点还要慌 因为你随时可能这个股票炒得好好的,晚上告诉你不行了 第二天ST了,然后你的钱就没有了,就这么吓人 所以说这个周末这个景州港呢,它是国资啊,国资也造假 而且它这个很多原因,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就造假 所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ST了,这关键是我们这边没有这个赔偿 像国外呢,你比如说上市公司要犯错了,散户是不动担心的 上市公司罚一遍,工业机构罚一遍,就是保健机构,保健是谁保健的罚一遍 然后呢,快捷市务所罚一遍,罚出来的钱完全够赔散户的 对吧,散户呢,它也不慌 那现在就是,都是散户,都是散户这个,都是散户它自己承担 而且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就是恶意退市 就是什么是恶意退市呢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就是退市了,散户不是没有这个,没有钱嘛 退市了,散户到时候亏光了嘛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恶意退市 因为你要知道,啊,我财务造假啊,到时候这个罚我钱 呃,我这个是有问题的,恶意减辞,罚我钱,普通占用,我这都是违法的,对不对 我到时候可能要赔散户钱 但是我现在,我公司业绩又不好,上来的时候本来就是造假上来的 你,我分红又不够,你又不让我减辞,那我还在市场呆什么 反正我这个,这个银行的融资也融到了,对吧 我不就直接,我就直接把公司利润做亏损,我公司利润做亏损 他这个退市是属于正常流程,知道吧,我连续三天亏损 我连续三天亏损,我ST了,那我亏损了,我有什么办法,对吧 我都亏损了,对吧,那上次公司说,我都亏损了,我又没有违规减值 我又没有财务造假,我亏损了,你还不知道我亏损吗 对吧,我亏损了,对吧,我这没经营好,我这能力不足啊 你有什么办法,你到时候去罚这个公司,他都亏损了,他都没钱了 你罚他,他没钱了,你怎么办,你罚不出来钱,你怎么办 所以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将来,现在散户不是没钱赔吗 将来说准备罚上市公司,那上市公司他也有办法呀,上市公司他可以把自己故意做成亏损 到时候他就不触犯任何的可能,他不会触犯任何可能被罚款的事项 就跟那个锦州港一样,锦州港为什么不退市,说连续三年才会造假 我就造假两年,我第三年不造假了,那我就不是连续三年造假呀 我不是连续三年造假,我就不会退市呀,是不是 那上市公司说了,我又没有恶意减持,我又没有大股东占用,我又没有财务造假 我就是亏损了嘛,你能把它怎么样 他退市了最后,但是最后还是股民血亏呀 所以根源就是什么,咱们A股的几十年积累的问题 颇多,非常非常多,想一下子厘清啊,真的要付出写的代价 但是为什么这个写的代价是要散户付出呢 这个,哎呀,真的是对吧,假如说中国股市将来的改革是要有血以泪 那为什么是散户呢,不是上市公司吗,不应该是上市公司承担吗 那些坏人,违规减持,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还有各种烧操作 不应该是罚这些坏人吗,结果散户都赔里面去了 要这样搞下去的话,这个A股可能真的要恐慌 而且可能是彻彻底底的恐慌,它这个恐慌性还可能比这个2600点还要大 可能你看这个股市可能最后就是什么,就是那些 嗯,集个别的公司可能不会被SG的才会打 但是也被拖下来了,所以说很惨烈啊 就算是你看现在这个A股,本周零没有新股上市,也没有新股申购 但是这个A股还在跌,包括今天还有利好的,你看这个五月份 五月份财新PMI升至51.7为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 两年新高啊,这个叫做财新PMI什么意思,财新PMI是什么意思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说PMI它主要是中大型企业 中大型企业就是雇员在500人以上的,这种中大型企业就是PMI PMI是统计的中大型企业,这个财新PMI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啊 就是雇员在500人以下的,200人左右的,这种 那么说明这个经济啊,确确实实在复苏 经济在复苏,是不是利好,是利好 美股上涨是不是利好,是利好 港股上涨是不是利好,是利好 那这么多利好,再加上呢,再加上这个 这个北约又没有什么新股申购,是不是利好,是利好 但是所有的利好都不及这个景州港 一下子还有最近的,还有最近的这个什么 最近的这个ST狂潮啊,ST退市狂潮 还有呢,你看这个,我们在周末讲了 A股中35岁以下的这个炒股人群占比都不到10%了 50岁到60岁的这部分人是人说最高的 那为什么会现在会搞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股市没有挣钱效应,而随时可能会破产 随时可能会给你搞破产,看到没有 30岁以下的占到A股的这个股民总比例不到3% 看到没有,30岁以下不炒股 40岁,30岁以下没钱炒股 40岁以下靠想翻身越来越少 六七十岁呢,是借不了胡影打发无聊的时光 新韭菜没有培养起来 所以说成交量越来越低,今天成交量不低 今天成交量比较高,还是有点恐慌的 恐慌的原因是因为今年,嗯,今年指数回来了 你的钱没回来,你看这张图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这张图呢,他说今年以来市场的表现平均股价跌了15.2% 就是今年个股就是5000多只股票的平均股价跌了15.2% 但是为什么指数没跌呢?电力股涨了呀 你看什么长江电力啊,煤炭啊,还有银行啊 这些都涨了,大市值的都涨了 所以说指数没跌,但是个股跌的比较凶残 今年前五个月总共只有1100家股票上涨 下跌加速的是4237家股票自然下跌的 大于20%的涨幅只有386家 跌幅超过20%的有2249家 看到没有?跌幅超过20%的2249家 总共才5000家占到一半 只有300多家涨幅超过20% 而且是胆着大盘股在拉升 胆着那个高股息大盘股在拉升 翻倍的股票只有5家 前五个月翻倍的股票只有5家 腰斩的股票是109家 上次指数虽然说最后还涨了3.76% 看到没有? 今年这个什么披着熊皮的牛 熊牛 牛熊 反正就是 哎呀 这个暂时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大家明远不挣钱也不能到时候破产 大家买股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可能这一次就要像李贝讲了 大家知道这个半夏李贝 之前经常喜欢发言的 现在不怎么发言的半夏李贝 要不就是买ETF只做基金 你买ETF只做基金 这起码不会有什么SG的风险 你要不然就是像李贝讲的 当你逃离火葬场的时候就轻易不要回来了 像今天这种跌法 量化基金是跌的会比较惨的 因为小盘股没赶完了 量化基金的对手盘它也会消失 量化基金的对手盘可能马上就要消失 因为散户不敢进 这个小盘股体财股了 这一次是真的不敢进 上一次可能还敢进 但这一次我估计真的不敢进了 所以说呢 逃离火葬场就不要轻易回来了 要是这一次你的股票 要是基金面太差 业绩太差 大家还是要万万千千小心 千千万万少小心 每天早上九点十五到十点半 下午一点到三点都有直播 A股还是太难了 像我们这个普通的散户也没有办法评论太多 只能说大家自求多福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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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